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是我來到泰國第 141 天 應該是沒錯 已經有甚麼事呢 我重新回來墮墨 今天要墮墮 Visa 了 為何我要拍攝呢 原來有些觀眾都想知道我去做 Visa 的過程 當然入到裡面就拍不到 現在我早到了一個小時 所以有少許時間 今天太失魂了 我自己買了一杯咖啡 在叫餐的時候 不小心一舉手跟別人說要這件事 然後整杯剝卡都倒了 只剩這麼少 這麼少 然後呢 所以等一下我要去買 叫了這個意粉 79 匹 超級貴 還有樣子超級不好吃 唉 小小的膠袋 就拿這個這麼黑的畫面來做我們的開頭 一樣 文件在這裏 當然不讓大家看 醜號拿了155 好啦 那就 有甚麼呢 再更新吧 今天的主題就不是我們做 Visa 的 純粹帶一帶過 就讓有追開我日更的觀眾 知道一下我的近況 現在戰況超慘烈 觀眾想不到有機會 我也想不到有機會 在這裏拍到一個完整的 移民局的影片 甚麼事呢 我由8時30分去正門開始排隊的時候 就已經拿醜了 拿了醜竟然要等一百二十七個人 現在已經是放午餐時間了 還欠二十個位才排到我 還有呢 就是 當然我拍到這條片 講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當然有東西看了 我不明白為何移民局去上面的大空地 他竟然會搞了類似個美食展或表演的位置 我相信沒有幾個人可以撞正這個時候來的 為甚麼呢 你做 Visa 那就來吧 哪有這麼多人 這麼空 剛好時間撞正 我今天撞正了 當然等大家看看我的畫面 看了我很久是不是 我今天累到瘋了 還要我在拍這條片之前 剛好撞到一個韓國人 講了少許基督教的故事 好,我將畫面轉過去給大家看 一樣,這裏這麼敏感的地方 我不拿這個自拍光了 我現在就用手拿著鏡頭 它在這裏放了椅子 不知道究竟是否今晚 如果是今晚就很棘手了 因為這裏走超級麻煩 這個地方其實我一早想拍給大家看 但之前這裏空什麼都沒有 現在它在這裏放了東西了 趁這個放午餐時間 即是現在是12點 到1點這個時候 我就先不吃東西了 我先和大家一齊看看 這個畫面應該超級珍貴 我來這麼多次都未遇過這樣的情況 說真的 在Youtube 應該沒有幾個 在這個時候來到 沒有幾個要做Visa 沒有幾個這麼巧 超級大個台 看看等下可不可以沿路走的時候 然後有機會看到它幾點開始 所有工作人員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都準備好了 軟體似攤檔 但可能不是食物攤檔 跟大家先走一走 這個這麼珍貴的畫面 觀眾來到這裏 真的要我們留言 互動一下 給個讚我都要吧 今天我等這個Visa 等到人都瘋了 剛剛談了一些紀錄教的東西 超級尷尬 他去到後面 知道我現在是不信基督教 他就打爛三盆民道督 好想知道我相信 有上帝還是不相信有上帝 好想知道我是 相信進化輪還是不相信進化輪 超麻煩棘手 唉 不過都好 在我剛才這麼悶的時候 有人跟我解悶 來到這裏有些泰國餅 是不是泰國餅 走近一點才能看得到 不是呀 不是呀 喂 超好氣氛 如果我不是 這裏住得這麼遠 不太遠這個位置 我手上拿著一些東西 拿著一些文件 我都可以很放鬆地吃東西 這個又是大會請回來的人 和大家一起參觀一下 真的要參觀一下 所以說泰國真是好東西 這方面好東西 在一個這麼嚴肅的地方 都可以做到這麼有氣氛 像是麥芽糖餅 這檔挺香的 六十匹七十匹 這裏是船面 這裏是否船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湯圓超好 我整天沒有說話 超悶,悶得我受不了 這檔真是船面 五十匹六十匹 感覺上這裏比樓下的店好多 樓下的店 店舖的東西不太行 還有少許貴 我今早吃的麵意份 超棘手 這裏比樓下的食物 是泰國的甜品 這裏是豬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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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很美 我們先走過去 我想到四面位置 製造我們的蜂面縮途 這邊當然少不了一站式服務 泰國的特色袋、特色手信都有 這個是文化展示,可否這樣說 放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整個嘉年華感,超好氣氛,甚麼事 這裏再說一說,原本我打算 這裏做完簽證後,我們便會衝回家屬那邊 因為還要把文件交給學校 才叫做完成我今日的任務 我還在收緊,但我們應該要去哪個位置 去和大家一起拍攝食物片 但想不到我遇到一個這麼珍貴的畫面 繞場一圈,簡單操作展示完畢 我們現在買少許食物 我想在這裏買一些垃圾食物 但這裏吸引過樓下的店舖很多倍 好,我們現在買了,現在買另一種 我都想吃,看起來好像幾好吃 我都想吃,看起來好像幾好吃 嘶嘶嘶嘶嘶嘶嘶 哎呀,我們終於找了位置 我看到旁邊也有人坐著吃 我就坐著吃 這個位置就是被寫文件 我有點擔心坐不坐得起 因為沒有幾個人坐 全部坐在這裏都是外國人 全部是我和外國人 兩個人 我現在快點吃,有點餓 今天吃的意大利粉麵 超難吃 超貴 我現在買了兩樣東西 剛剛我跟他說麵 麥犀皮 即是不要放辣椒 是這樣的 這個樣子 是乾麵 然後再加上蝦餃和蛋 應該是蝦餃 你先吃點東西,餓到瘋 而且今天我整天早上沒有說過話 只是在這裏釣 鹹魚 所以 今天有機會在這裏 我也想不到這裏可以在這裏 和大家聊天 所以說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是這樣突如其來 而去製作而成 這裏要十五匹 有小櫃蛋 都挺好吃 這裏有小櫃蛋 很棒 很棒 但相對來說,在我這裏,感覺上比較特別 因為我這裏是移民谷 正如沒有這些食物 所以我今天吃到這些是很開心,在移民谷 移民谷樓下的兩間兩三間餐廳的食物 一看就知道不好吃了,今早就不能選擇了 知不知道,最大的事是甚麼 我們今天7時半到了這個地方 竟然去過裏,要我們等到下午 我來這麼多次移民谷,未試過發生這樣的問題 通常都是等一小時內完成 今天不知甚麼事,一進去 等於拿醜號的隊伍,排了三個隊伍 裡面每一張椅子都坐滿了 所以我今天都知道糟糕了 超餓,我現在餓得像餓鬼一樣 幾日子來形容這餐,吃得很滿意 沒想過在移民谷吃得很像人吃的食物 好,我看看有沒有補充畫面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去買咖啡 暫時不見有表演和不見有很多嘉賓 應該都是主要工作人員或高層來捧場 現在有兩個主持人在說話 那邊還有請回來的攝影師 近距離拍攝,記錄 我們等一等,看看我們可不可以等到 有些精彩的表演 因為其實還有15分鐘 我們又要回去製造護照 所以時間很趕急 時間很趕急 有甚麼就分享甚麼給大家看 傳統的泰國民族舞蹈 我們拍攝給大家看看 因為準備要賣位製造護照 如果錯過了 我要重新排隊 今次就帶他們來領落 知道嗎 好了,終於買到我杯Cappuccino 現在跟大家說幾句 我就回到裡面 等喊醜 不可以錯過 錯過了就玩完了 不一樣 上對上面不拍了 拍不到,因為入面是禁止拍攝的 我們下個畫面見 見到我的時候 應該我們就完成了Visa 好了,現在下午兩點終於完成了 剛剛有點混亂 進去後,竟然我學校沒有幫我寫清楚地址 又沒有幫我寫過電話 幸好我翻查自己有拍下照 才能做得到 否則剛好 真的搞不定 還有剛才 好像稍微 檢查得嚴謹少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開始留的時間 留得很久 又更換過幾次地址 所以 別人在忙少少 再說 費用1900元 每次來續做都要付1900元 現在還未做完 我們還要回到學校 將今天完成的檔案 資料給學校 等學校再上傳回教育局 應該是 我們就完結了 今天終於可以 我們現在 拖車出發 回到學校 超累今天 7點多到現在2點 幾經波節 現在回到阿淑這邊 知道嗎? 頭超暈 我是由今天7點半出門口 不說晚上 做了些甚麼 7點半出門口 不斷神經 繃緊 等護照 應對問題 叫車 在路上兼顧路面情況 現在我在阿淑道走到我家AIA學校 這段期間 就是我們影片的後半位置 我都沒有想過 今天 這麼詳細 移民局那邊的畫面 所以既然是這樣 就把移民局的狀況 和今天的狀況 全部做成一條影片 我相信 看我這裏 你的觀眾 都不會介意的了 看我這裏 當少少獎勵 告訴大家 來到阿淑這邊 我不知道大家 平時會不會 叫開車 或者是開車 千萬不要起阿淑這邊 截車 我以前 建這邊截車 多數截不到 多數的價格 都比外面貴 不知道觀眾 你覺得有沒有用 對於我來說 沒甚麼可以給你 沒理由解釋那一條樓 大事大事做的 這些送給你們 不用急著 唯一一件事 關於阿淑的就是 來到這邊 盡量不要在馬路上截車 通常都很貴 而且通常截不到 最好是用APP 如果你們想知道 我用甚麼APP 你們可以在留言 下面打給我 你們不打出來 我讓你們全部都知道 用甚麼APP 或者大家 有心 的話 有時間 乘巴士 這邊 叫 折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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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這個時刻 我只能夠送到這些東西給大家 我的個人經驗 讓你們 不要走那麼多的冤枉路 哇 多害怕 說了那麼多 多害怕 沒有啟 立刻有些護照相機要更新 以及我都怕不記得 立刻分享給大家聽 關於這個TM30 和這個90日的報道 現在是甚麼情況 給大家看不怕 應該不怕 這裡寫著90日的報道 和這個TM30 就不是我做的 這次 這次是需要我的房東去做 看到上面的日期嗎 5月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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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就要房東去幫我做 如果房東忘記做 或者房東不懂做 就會有麻煩 在這裡 趁我記得馬上和大家分享 大家記住 如果住了一段時間 你們 就會經歷和我同樣的問題 就會有一個叫做 90日的報道 但是那個報道 不是我去報道 而是交給房東 連同TM30 一起報道 我們現在 回到下面 再做結尾 最後的結尾 我想再加多一件事 是甚麼呢 我頻道會再加多一件事 大家應該會看到 一些縮圖上面寫著 粒泰 這就是我的新節目 就是我的博劇緋 如果觀眾的 你是想聽多些 我更多的節目 想了解更真實的 我更真實的泰國 和聽多些 比較 和 聽多些 比較特別 和 激進一點點的題目 不妨可以去 不妨可以去 PODCAD 不妨可以去 PODCAD 到 可以 可以 不妨可以去 PODCAD 看看我這個新節目 那好了 完蛋了 好累 超級累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記得 Like 和 Share 還有打開小鈴鐺 之前我給我一個 comment 亦是可以的 約你下一部影片再見 有甚麼加起後忌 應該沒有了 我不想再加東西下去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